大家好,欢迎收看电影好好看,我是柳晨 首先要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因为下周一就是圣诞节了 所以下周一我可能做不了电影好好看,要等到周二才能做 今天不跟大家讲具体的电影 想和大家说一说我在纽约电影学院的洛杉矶分校选修的一些电影课程的情况 美国人是很注重实践的,所以他教给你一个东西之后 你一定要自己去拍,然后跟同学去磨合,去和演员去磨合 你才能知道实际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去怎么掌握电影这门语言 我们课程的第一个作业我记得很清楚啊 叫做mise en scene 这是个法语词啊,我可能发得很不准确 它的意思就是场面调度 场面调度包含很多很多的元素 它就类似于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摄影作品的时候 你要怎么分析它是从 嗯,构图,然后这个主体放在什么位置,它的颜色 以及它的,嗯,你要表达什么主题 这些东西都是放在这一张图片里 你在构思这张图片的时候你要想到 嗯,在电影跟摄影一个很大的不同呢 那就是电影里面有运动 你要把,所以电影里的场面调度 包括的最主要的两点是 演员的运动以及摄像机的运动 下面我们来看我很喜欢的一个电影 叫做闪铃 它其中的一个场面调度 就是这个小孩他一开始骑脚踏车 然后转了一个弯 看到了一对双胞胎的幽灵 相机从一个很低的角度来跟踪它来拍 然后因为这个低角度让你会觉得更加的压抑 会觉得空间更加的狭窄 而这种对称的极端对称的构图 会给你一种很严肃 很诡异的感觉 而这两个幽灵他穿的衣服的配色 和这个小孩的衣服 以及他骑的车 都是导演在构想的时候 都是精心设计好的 这就是场面调度 场面调度呢 经常会被与长镜头理论一起来谈论 因为在一个完整的长镜头里面 你如果不经过剪切的话 所有的演员 所有的布景 所有出现在镜头里的东西要一次性的配置好 这是一个很考验导演功力的事情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视频是一个长镜头的例子 来自美国乐队OKGO的MV I won't let you down 版权原因的没有办法放音乐 那这中间其他所有群众演员的走位 以及配合主角的这种穿梭 以及镜头的怎么样来运动 这都是要经过一个非常缜密的这种计划 我下面呢给大家看一看我的一个小作业 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当时具体拍摄的情况 我当时选择的是一个山坡 山坡上有一棵树 这样呢一开始我的镜头先是低角度的跟踪卧底警察的角 然后呢慢慢的抬起来他们俩进行交易 在交易的同时呢有一个警察从镜头的左上角穿过来 给这个小故事增加一点戏剧性的效果 然后镜头慢慢的转过来是两个人交易之后 这个警察突然掏出了他自己的警徽 证明他是警察 然后我就一直往后退 退到一个比较远的角度 因为接下来的一个镜头是他们往我这边跑 然后在最后停在我的镜头前面是一个特写 这个作业是怎么完成的呢 当时我们是四个同学一组到公园里面 你拍就我做导演的时候 其他三个同学是来做演员 然后就要用一个镜头 不能配音 没有对话 没有对白 也没有音乐 就用一个镜头 你要讲一件完整的事情 导演课程的第二个比较基本的作业呢 就是叫Chikovian Chikovian这个名字是来自于俄国的作家契赫夫 他的这个练习主要的意思就是给你一段对话 非常简单的对话 没有任何背景 也不做介绍 你根据这个对话来想象一个故事 比如说我当时有一个作业呢 老师给的对话大概是这样的 是第一句话 A说 已经很久不见了 很长时间了 B说 是呀 然后A说 你抽烟吗 B说 好啊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对话 然后你要根据这个对话来想一个故事 我最开始想的一个故事呢 是说 一个做警察的父亲 他逮到了一个罪犯 是他很久以前离家出走的儿子 然后在这个警车里面 他父亲 这个父亲就跟他儿子说 很长时间了 然后 他这个儿子就戴着手铐就说是 然后呢 这个父亲就说你要不要抽烟 然后这个就给了他一根烟 但是当时我因为找不到 这 有这种 像警车内的这种布置的车 所以就作罢了 最后换了一个 同性恋的一个题材 我以后的叫做警察的车内的车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呢也可以找一个电影里面或者是网上的这样的剧本的很简单的一个对话 就自己来拍一下看看自己能编出来什么样的故事 掌控这种对话的节奏和你的展开你的想象力 根据一定的对话来想象镜头画面感是怎么样的 这也是导演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课 那今天的电影《好好看》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二 过节以后再见 谢谢